Hello,大家好,我是Candy 今天我们要清洁雨水槽 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 你看到有水从你的屋檐上倾泻下来 先不要找水管工来修 因为不一定是你的雨水槽坏了 先找个梯子爬上去观察一下 很有可能是你的雨水槽需要清洁了 那为什么要清洁雨水槽呢 因为雨水槽中会掉入灰尘和树叶 尤其是当你房子边上有特别大的树木的时候 像我这边有一棵大约15米高的安树 它飘落下来叶子就会飘在我的屋顶上 然后掉入我的雨水槽中 时间久了这些树叶就堵塞我的downpipe 让雨水不能顺利的排到下面下水道里 如果downpipe堵塞了 就需要花钱找水管工来维修更换 而更糟的是 如果连地下下水道也被堵塞的话 就很可能需要凿开地面进行更换 相当麻烦 另外如果有长期的树叶腐烂在你的雨水槽中 水不能顺利从downpipe排走的话 那在水向外溢出的同时 也会向内溢出进入你的屋檐 那你屋檐下的吊顶会因为长时间浸泡而腐烂需要更换 而你的雨水槽本身也将慢慢生锈损坏 需要更换 也将带来一笔不必要的开销 我这边的吊顶就因为长时间浸泡已经腐烂 我已经将它砸碎拆除了 至于应该如何更换已经损坏的吊顶 我会在下一期视频中教大家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那个视频 而至于如果你的雨水槽已经生锈需要更换的话 我以后也会专门做视频教大家应该如何更换 那现在如果你的雨水槽还没有生锈损坏 那请继续观看 我现在就教大家应该如何清理你的雨水槽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现在走到我的屋檐下面 拆除掉地以后 可以看到我的raft跟我的木梁上 都有水长期泡过的痕迹 而且这一边有很多长蛆的痕迹 这就是你最不想看到的 所以要清洁雨水槽 今天其实不需要什么工具 出厨房抽屉里拿一个一次性手套 再拿一个一次性塑料袋来装垃圾 然后准备好水管就可以了 我们爬上梯子可以看到 我这边都已经长草了 说明平时掉落下来的树叶灰尘 掉落在我的瓦片上 飘到雨水槽中 已经腐烂 草籽飘进来以后 已经长出草来了 那我们今天都得把这些清理走 我们用戴手套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挖出来 丢入塑料袋中就可以了 剩下的也是 我们把剩下的垃圾都一起拿出来 丢到塑料袋里去 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清洁手一定要戴手套 因为雨水槽里有很多金属物件 特别划手 很容易把手弄伤 特别是如果你的雨水槽已经绣的话 会有铁绣 容易破伤风 所以一定要记得戴好手套 手套破了 一定记得要及时更换 我已经把这一半清洁完了 清洁到这个程度就OK了 因为待会还要用水管 把最后的水给冲下去 接下来我们来清洁这一半 另外清洁手不仅要把里面树叶给拿走 如果你看到上面有清台 像这些也需要把它拿走 这些浮在表面的清台就是雨水槽生锈的原因 一定要给它刮走 好了清洁完了 我这一条一共是10米左右 刚才我这样的状况我是花了10分钟来挖 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可怕 一会就挖完了 像我这么多 其实也就挖了这么一个超时塑料袋的量 现在我们就要用水枪 把剩下的灰尘和水都给冲到下水管里 我们接上水管 冲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水流的方向冲 从去向当派克 最后一把 OK我们完成了 好了我们现在屋顶上充点水 看看水能不能够正常顺利的流下去 大家不用担心这些很小的灰尘和碎片 这些不会堵塞下水管 所以没有关系 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对比一下清洗前和清洗后 现在水都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我不用担心这些雨水槽再会积水的问题 如果你想知道雨水槽应该多久清理一次 那取决于你家树木的情况 如果你家树特别多 就需要清洁的非常勤快 我觉得半年一次吧 像我这样两年清洗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我边上只有那一棵大树 不过我觉得隔几个月定期上来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过多的树叶积攒在你的雨水槽里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 如果有的话即时清洁 我觉得这样你雨水槽就可以用很久很久 好多年不用更换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点赞支持 也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对清洁雨水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在下面评论中分享给我 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DIY小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中告诉我 我可以专门做视频为你解答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考虑点击一下订阅 我会定期上传各类DIY小视频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